嘿 親愛的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一天 在開始之前 如果小伙伴們喜歡二奶篇的系列的話 記得訂閱點讚以及分享出去 你們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動力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我們繼續解說 五種粉紅花架二奶篇 在這裡先講一下 由於兩支影片都說是BETA 但我覺得還是叫二奶篇比較好聽 所以之後都叫他二奶篇 好 那我們進入主題 在善言花瘋和二奶已經牽手成功之後 緊接著我們來到第三話 標題是 直到黃昏日落的時候 畫面一開始可以看到 五月 一花和二奶坐在客廳裡 一花聞聞二奶的體驗 呃 準確來講的話 是聞聞二奶香水的味道 然後說了一句 真青春啊 二奶滿臉通紅 緊接著一花靠近二奶耳朵說道 你喝瘋糖有沒有那個那個那個啊 啊 你們都懂的 就是那個啊 牽手嘛 啊不然你們以為呢 二奶又再一次臉紅了起來 五月好奇問 你對二奶說了什麼啊 一花說 對五月來說 這個話題太刺激了 空氣突然凝起 然後五月突然大喊說到 太不純潔了 緊接著畫面來到了一家服裝店 哦 原來是二奶在更衣室試衣服啊 欸等等 二奶 你正是 森林的衣服 突然在更衣室門外等著 緊接著二奶喊風太陽的名字 哇 這一頁完全就是福利啊 小夥伴沒有 睜大眼睛了啊 看仔細了 二奶問到 這間泳裝怎麼樣 風太陽完全臉通紅了 不知道往哪裡看 看向旁邊說到 挺視你的 顯然二奶對風太陽的回答 感到不滿 叫他認真一點回答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這麼回答 你的身材這麼苗條 不管你穿什麼 都非常的有魅力 我的心都被你勾走了 啊 你這樣回答才對嘛 你個木頭腦袋 四方泳裝來到了一家首飾店 二奶想試著戴上耳環 緊接著風太陽說 但你沒有打耳洞啊 二奶說到 沒有打耳洞也可以提前試試啊 你真是不了解女孩子啊 風太陽問 打算是不是戴啊 二奶說到 結婚的時候吧 風太陽突然意識到這句話的含義 然後風太陽爽快的說到 這對耳環 我買給你 在這個時候風太陽帥不過三秒 因為風太陽仔仔細想想 我哪來的錢啊 預算還夠嗎 二奶笑眯眯的看著風太陽 二奶說 你有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嗎 康風太陽這表情應該是不懂了 二奶說 這就是求婚的意思嘛 風太陽想把我綁在身邊 我也是能理解的 二奶通標風太陽的臉 看到風太陽害羞了起來 二奶也跟著害羞了起來 兩人互看雙方的眼神 能感覺出馬賽要走下一步了 而且感覺又要插出愛的火花 的時候 可能小偉們是這麼覺得 但是 突然風太陽用俐瑞的眼神 看到了什麼東西 緊接著風太陽 二號不是說 抓住了二奶的手 跑出了手勢店 幹 為什麼跑掉 其實是同班同學 也就是二奶的朋友在附近 其中一位同學說 好像看到二奶和風太陽在一起 也有可能是錯覺 然後其中一位同學說 二奶的眼光很高的 意思就是說 不可能和風太陽在一起的 跑出手勢店的他們 二奶猶豫的說道 剛才怎麼了 那麼突然 風太陽卻說 因為最近考試的原因 拒絕所有和他班上的朋友 二奶露出懷疑的眼神 二奶說 你出了五天和千天 你在班上根本沒有朋友可以出去玩哈 風太陽也不知道找什麼藉口 就一笑而過 在這裡的小朋友有沒有察覺到 其實在這一段的舉度可以看出來 風太陽是想要保護二奶的名聲 風太陽怕二奶的朋友瞧不起他 但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這件事 所以風太陽就憋在心裡什麼話都沒說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的 回個正題 這時風太陽對二奶說 他對面打給他 要去接個電話 二奶一臉的問號 風太陽就跑掉了 二奶氣鼓說道 和你朋友約會 居然把我塞在了一邊 在下一個畫面可以看到 二奶笑了 二奶也知道 風太陽就是這樣子的人 看上去很放心的樣子 畫面來到姐妹他們在圖書館聊天 討論二奶約會的狀況 他們都覺得二奶一定沒問題 但問題是風太陽 接下來的故事就厲害了 我會稍微來整理一下這個故事的橋段 因為一話要開始講故事了 一話就說 他們兩人遇到了危機也不一定 這時無憂很吃驚的說道 危機就在風太陽去買飲料的時候 孤立一個人的二奶 小姐好可愛哦 怎麼樣現在有空嗎 超可愛的 真不愧是大哥 我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別這麼見外嘛 和我們去玩吧 絕對會很開心的 是可兒子吧 我都說了 把這麼可愛的女朋友一個人 扔在這裡真是個殘酷的男朋友啊 這時身後傳來著聲音 喂 你們奇怪 不要對我的女人出手 原來是金太郎啊 然後那些混混就跑了 這時三角吐槽說 這是哪裡戀愛的漫畫橋段啊 而且角色的設定不對啊 三角相信風太陽沒有問題的 一話後來的說道 可能兩人會在外面過夜哦 這時三角滿臉通膜起來 一話就說 開玩笑的啦 歡迎來到五姐妹的其中一個房間 鏡頭切到了四葉暗然悲傷的表情 看著風太陽和四葉小時候的照片 看來又要搞事情了 畫面又來到兩人的約會 二奶問風太陽要喝點什麼的時候 風太陽居然睡著了 二奶氣鼓說道 原因是你約我出來的 結果自己先撐不住了 真沒出息 二奶走近風太陽的面前說道 走近看的話 確實蠻帥的 二奶看到風太陽黑眼圈很重 肯定又熬夜學習了 這時風太陽的口袋裡掉出了什麼東西 二奶看到學習單詞表的時候 伸手拿起來時 很吃驚的表情浮現在二奶的臉上 這個是 原來風太陽把學習單詞表 用來掩飾自己的約會計畫 讓二奶看不出這是約會安排表 這一波我覺得 我可以給風太陽一個讚 很厲害這一波 當風太陽睜開眼睛的時候 發現躺在了二奶大腿上 可不畏夜要躺 反應過來的風太陽說道 現在幾點了 二奶拿出手機說 6點20分啦 風太陽自責自己居然睡著了 而且睡了那麼久 正當風太陽在思考 怎麼補救下一個預定計畫的時候 二奶一直喊著風鈞風鈞的叫 叫了很多遍 風太陽才反應過來 這時二奶站了起來 走到了面前 在看著風太陽說 我有個想去的地方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總體來講的話 我蠻喜歡這一句話的 尤其是風太陽也是自己手上 有單詞表在學習 其實是約會計畫 這段我非常喜歡 能感覺出風太陽是有進步的 當然我也很喜歡泳裝那一段了 沒有人不喜歡吧 我是A店 那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bye by bwd6